還是有請部長 有請潘部長 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辛苦了 我先請問一個跟疫情相關的事情 因為這兩天新聞都有報導 連長假到11個景點的民眾很多 有私人企業已經要求他們的員工 在家自主健康管理一段時間 因為有家長詢問 而且網路上也有家長要求說 是不是學校能夠讓連假有到這11個景點 去的學生能夠在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 不知道部長對不少家長的呼籲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連續假前 教育部其實都通報有關指揮中心 特別提醒在假期期間 對我們的師生 這個相關身體健康的自主的提醒管理 還有盡量避免出入相關的人潮 這個其實有做了一個 那到昨天再一次的提醒 那主要也是希望 今天一早師生就開始返校 能夠在師生入校的第一時間 能夠做好身體健康的監測 包含體溫量測 有沒有身體不適 另外呢也特別提醒學校 詢問有關學生在這幾天 假期期間是否有一些出入比較 我們說風險比較高的 這些人潮密集的這個場合 那之後也會提出 如果有身體不適或等等的情況 也建議能夠在家休息 或必須要就這個就醫 主要也是希望 就如同我們前面 之前一直很努力的 能夠在第一時間 對於有身體健康不適的 等等的症狀的孩子 或教職員工 都能夠做好這方面的提醒 甚至做這個建議 那至於委員剛才提到 是不是說如企業 這方面 我想我們還是回到說 如果學生老師 有什麼樣的身體的不適狀況 那這個當然就 盡量他們居家休息 倒不是說到過哪裡就一定要 如果學生都保護得很好 也沒有任何的 一定採取一定的標準 我覺得這個可能跟現在 我們在防疫上 其實也有不完全的輔應 所以我跟委員長這樣報告 因為我想家長的憂慮也都是超前憂慮 那當然就是說提供給部長參考 因為未來還有那個五一連假 因為目前學校這一塊 其實還算控制得宜 那只是家長們會有很多的憂慮 也許五一那個連假前 部長也可以提前呼籲 是 這個委員我再補充一下 謝謝委員今天這個詢問 因為這一次 確實在防疫上 校園我們第一線的交易人員 包括很多的志工家長 都投入在這個工作上 才能夠大家用最大的力量 來守護孩子的健康 那造成一些不便 比如說社交的距離 未來我們可能對於有一些 更嚴格的一些規範 也請家長能夠支持 這個我想大家擔心 把他轉成一種共同來參與跟遵循 這個我想對防疫是最大的幫助 我想多數的家長應該都會支持 可以嚴格一點 因為大家都比其他的 比職場更憂慮 那還是回到 因為今天是解凍案 那我的團隊有認真讀了那個 教育部的報告 首先要肯定就是說 教育部的報告 就是看得出來你們掌管的事項 真的非常的多 而且很繁雜 所以非常的辛苦 那在這裡也肯定就是說 教育部這麼的認真努力 報告的部分也都交代了 那只是關於報告部分 我有一個關於數據的東西 我們的團隊花了很多時間 還是搞不清楚 要請部長未來可以監督您的屬下 在提供數據的時候 可以清楚讓我們看到覆蓋率 否則譬如說他講了公教多少班 或等等的話 那或者是說 關於課綱的師資準備 那因為只有提一個數字 那我們不清楚權力的時候 就無法研判 那如果等我們自己要去計算的話 其實也會花很多的功夫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質詢 將來可以在實質的內容 不要在數據搞不清楚上 這樣子對話就很可惜了 謝謝委員提醒 這個我們來做檢討 如果在做後面審議的時候 如果教育部有統計 再跟委員做說明 提供數字的時候都要有母體 那個覆蓋率其實是覆蓋率很有意義 會比較有更有意義 是是 好那我先進行就是說 關於 對不起我的那個 今天這個郭農官的部分 太緊張了 忘了把我的這個帶來 就是想先問那個部長關於公托的部分 因為這是我的團隊整理的 我們花了蠻多時間把目前 教育部正在做的擴大幼兒教保公共計畫 跟我國小子化的對策計畫 整理出來 那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知道目前幼兒園的公共化 是國家政策的方向嘛 那因為公托的提升 其實難度是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有那個擰公共化 那可是要跟 哇時間不足了 跟部長簡單講一下結論 我們依照提供的數字會發現 就是到113年 如果純粹就公托的部分來講的話 只會覆蓋三分之一 113年 我們假設學生是60萬人的 那目前的這個準公共化的 其實坊間有非常多的批評 包含就是說 學費還是很高 會變相收費 而且教保人員的勞動條件很差 而且女兒事件頻傳 從我們現在看到的女兒的消息 幾乎都是發生在就是私有 他是準公共化的私有 或者是一般的私有 所以基本上我想問部長就是 公共化其實準公共化 應該是一個階段性要落日的東西 那能不能夠 部長有沒有去考慮 就是說國民教育向下延伸到兩歲 就是如果沒有考慮的話 現在可不可以開始做評估跟規劃 那如果教育部目前沒辦法 有這方面的準備的話 能不能夠請就是說 播出預算 請這方面的人來做一個研究 因為我覺得這可能才是一個真正公共化 就是說能夠做到一定的水平 跟真正的評價的一個誘託 想請問部長這個問題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從蔡總統上任 那歷任行政院長 其實對於整個少子化的因應對策 其實是提出也支持 一個更大的這種計畫 包含預算 這個從這幾年來有很大幅的改變 包含增設公立幼兒園 跟非營利幼兒園的這個數量 這個是過往16年 大概整整比以往16年成長了2.2倍 那現在再往下也還是持續在擴增當中 因為這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基礎 那對於準公共幼兒園 確實相較於私幼 又是另外一個在減輕家長負擔上的這個機制 當然對這個部分 我們有五項的指標 主要剛才委員提到 因為我當然需要更明確的說來釐清 因為準公共也有退場的機制 他來承擔了減少了這樣的一個家長的負擔 我們也給予支持 那也相信他們會更努力的來做好服務 所以這個部分是在面對公幼上不足 但又希望能夠減輕家長負擔下 確實是一個我們要同步的去推 那剛才委員提到說 這個國教是不是向下延 因為過去也有蠻多的討論 但這個也有議題啊 還蠻複雜 但是確立讓家長可以讓小孩子就讀更平價的 更品質優的這一部分的政策 我們會持續的進行 那至少我們會先達到一個 每個國小啊 要有校校都有公立遊樂園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想是近期啊 我們最近這幾年一定會去達成的 這個也是為未來打基礎 那這部分剛剛部長啊 還沒有提到就是說 你說有蠻複雜的喔 那這部分有沒有可能 教育部實質上 如果目前沒辦法有個研究報告給我的話 是不是能夠播出預算做一個報告 讓大家真的了解 文言過去有一些研究 如果這些我想我們 我請國教組同仁整理再給文言參考 如果有必要我們再做更深入的分析啊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學制跟 在整個學險拖曳上 可能要認真來思考 也許達到同樣 減輕家長負擔 讓幼兒可以去就讀 是不是一定要採 向下延伸到幾歲 我想這個是可以再做 好好的做一個延期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范雲委員 謝謝部長 謝謝 繼續我們請高鴻安委員質詢